小甲虫的旅行 德国的安娜马尔珠 德国的安娜耶达姆会 刘海影翻译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 挑战绘本 学习知识有帮助 Jasmine's Learning Time 水彩画 莫莉你喜欢的画风 这个你画的差不多 在一片开满鲜花的 大草场上 住着一只小甲虫 每到星期二 朋友们都会来找他玩 谢谢 大家总是玩得很愉快 一二三四五 他们在玩什么 肯定用的 有一天小甲虫看见一只大甲虫在天上飞翔 你说大甲虫啊 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甲虫 这家伙是从哪来的呢 小甲虫 小甲虫嘀咕咕 他立刻飞起来想追上那只大甲虫 然后就迷失那个岛 小甲虫越飞越高越飞越高 他多希望能再见到那只大甲虫了 他看见密密麻麻的石头森林 还有一片绿松松的树林 终于他看到了一只大甲虫 可是那个家伙根本不会飞 嘟嘟嘟嘟嘟嘟 嚼了几声 就飞快的转动四肢圆角跑远了 这个是 云彩 那怎么都是雾霾吧 所以你看莫莉 他是用这个白色作为底 作为天空 然后拿这个彩色作为反称 是吧 正常我们都认为底是蓝天 然后上面飘着白云 是吧 但他这个是相反的 但你也知道这是画的是天空对不对 嗯哼 我当然知道 嗯 小甲虫继续往前飞 经过大海时 他看见很多会游泳的大甲虫 嗯 那 船 有时候这些甲虫会张开翅膀 让翅膀在风中自由摆动 还有一些甚至在水里飞来飞去 对 是 是 最后小甲虫停在一块 当当 巨大的石头上 他想休息一会儿 嗯 其实是 突然大石头叫了一声 动了起来 小甲虫吓了一跳 你有两只大翅膀 你能飞吗 他问 不能 有了他们我才能听到别人说的话 大象回答 谢谢 他以为他的那个翅膀是什么其实 大象特别热情 嗯 他带着小甲虫在自己的地盘上逛来逛去 他们成了好朋友 可是又到了星期二 小甲虫想回家了 于是大象和小甲虫道别 他望着小甲虫飞走 直到再也看不见小甲虫的身影 小甲虫飞呀飞呀 飞过一座座高山 飞过一棵棵绿树 一直飞回他那片开满鲜花的大草长 朋友们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 小甲虫正好有很多很多故事要讲给大家听啊 大象是一只特别特别大的甲虫 他的嘴里长着两个钳子 就像蜘蛛长着两只大钳脚 他的鼻孔长在一根长管子上 就像蜗牛的眼睛长在触角上一样 他的屁股上有一根长长的触角 就像蝴蝶的头上长了两根触角 而且他还能用翅膀听别人说话呢 只可惜他不会飞 OK 希望观众们开始一多次一次 我给你学生这里刚开始